姜子牙 姜子牙在封神榜裡面 我們簡單講俗話講 他叫CEO 就是這個操盤人 當時輔助了文王 輔助了武王 打敗了商朝的這個暴政奏王 所以產生了封神演義 所以大家可能在電影 或是在連結局看到姜子牙 他當時是這麼建立的這個周朝 所以他是第一代的這個軍師 也是中國第一個政治家 第一個這個國師 他上通天文下至地理 跟文王這個創造了疫情八卦 所以呢 在封神榜演義裡面呢 就有比如說我們這邊有 公佈我們這個三太子 羅藏就是中坦元帥 還有我們現在我們政殿有文財神 文財神就是筆竿 也是封神榜的主要的英雄人物 還有武財神造功名啊 就是慣例天下的文財武財 還有呢 像我們供奉的這個道家道教裡面 八仙啊 八仙啊 像鐵怪林 張國老 和仙姑等等 都是八仙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把主要的這個神尊啊 安奉在這個客家大園的祖殿 由江子牙作證這個祖神 還有三清道主 三清德宗 江子牙的師尊 原始天尊 然後苗栗也有這個 這個原始天尊的大廟 所以我想說也都是老天安排啦 那我們來參拜我們眾神明啊 眾神尊啊 一定可以讓我們和家平安 讓我們身體健康 而且呢 可以讓大家 能夠做同胸化吉啊 消災解惡